上集咱们讲到了 加戴得知当时铁南大哥在广州出事 赶紧第一个电话 让身边深圳的这帮哥们赶紧到广州那边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情况 自己大哥在广州那边出这么大事 咱们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而且出了事现在没有一个人上前的 加戴雅花那咱们是啥人的 赶紧去 这帮江灵总算他们一帮当时加戴这帮大地 框框的全都可到当时哪呢 到广州了 到广州那边之后一了解情况 人家当时那个江灵的心里边肯定有苦 这事呢跟那个谁呢 跟周广龙肯定有点沾点关系 而且中间呢说不好 周广龙还是幕后的主使呢 但是人家将来啥都没说 等加戴来到医院里边一瞅 当时铁南大哥的连伞 却清 而且也没有昔日平常那种感觉了 带个一瞅 人说句实话 无精打采的 哥 咋样 还疼吗 弟弟加戴回来了 带爹 带你拆了 哥 对不住啊 这么多年 后几年没怎么跟你联系来 到广州呢 也没看到你 有些你好的时候吧 我总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咱们哥们坐到一起 把酒延缓 第一天下肩膀忙 下肩膀忙 哥 把你腿都忙丢了 我都不知道 在沿江路那边 在咱们自己地盘 哥 我家的对不起你 兄弟 说啥傻话呢 你对哥还咋的呀 挺好 哥不是啥事吗 看看哥待两天 就走就行 沿江路 广州还是以前那样 哥 我可以走 但是我得在沿江路那边 得办个事 谁打着你腿 今天我把话给你撂着 我要不把他双腿给他砍下来 我都不是假的 拿那边手啪一打 当时那边那个啥呀 当时那边那个背 往下的一撩 带个一丑 断了腿的 当时那边那个铁蓝 哥 手一摸那个霸拉腿 疼了吧 铁蓝一走 带弟 好了 不那么疼了 一开始疼 现在就是有点脏糊的 吃饭了吗 哥 没吃呢 喝点粥 喝老何粥不行啊 这么呢 做算呀 带哥 出去 蒸点饭去 蒸点菜 跟哥吃点饭 就在这医院屋里面吃 哪都不去 好了哥 知道 这不是当时血熬他们处于吗 往这边一坐 飞蛾讲话 正好 咱们这哥兄弟多长时间没见了 虽然那个场合不对 但是大家伙呢 见面总比不见面强 啊 那个大家伙呢 坐在一边 完了咱给这吃饭吧 你说给这一坐 当时加带跟当时那个飞蛾讲话 飞蛾 这些年 你跟我哥相依为命 在延长路 也是真为难你们了 我加带呢 也是没掌心 对不起了 飞蛾 我加带 做错了 带弟啊 哥呢 不挑啥 好么压着什么 哥不打算 做联系你 因为你越好 哥几个看的也越得劲 但是这事实在是 天台了 这不是你大哥出的一个事 我也不会给你打的点话 广州这边 你也知道咱哥几个 咱们哥几个不行 玩的社会 没有你玩的明白 没有人给咱们撑腰 那绝对不好使 你哥的腿不能白断 你当时你是你哥弟弟 这个事你必须得先挠 你放心 我加带回广州 我什么都不干 这两天我什么都不做 我只做一件事 我就想问一问 我哥这个腿 这帮人谁给我一个交代 往那边吃完饭 带哥 在当时延长路那边也回来了 铁单酒吧 街里边一坐 当时昔日的感觉 一样上来了 包括飞蛾 跟他们在一起 闹了很多 那你看 把这些事都处理完了 带哥回首一个电话 直接就打给谁了 打给周广龙 因为江里也会跟加带学 大飞也会跟加带学 知道吧 这些事呢 加带甚至也了解了这个情况 带哥讲话 我不果断 我就诬蔑一个人 但是我就想问问周广龙 不是说腿舌不舌的事 你广播 我就问大哥 现在可院里面躺了 你为啥不来 一个电话直接打给周广龙 周广龙拿电话发箭 喂 喂 带哥 你去哪呢 我给那个那啥呢 我给那个战前的混战呢 哎 带哥 咋的了 咋的了 没咋的 我到广州了 你到广州了 啥时候过来的 今天过来的 霍龙啊 我上战前找你去吧 说找你有点事 唠唠嗑 行吧 啊 行 拖拖拖 等等 你 我接你啊 不用 我能找着 广州这个地方 我家在待了后几年 战前呢 我们在一起呢 并且作战过 战前我了解 人家路呢 是我发迹之力 我这块广州 说的不好听的 广州 我闭拉眼睛 我怎么找到 你等着吧 那 巴一话 家在 顶的人往中往龙这么来 大村他们 包括孙涛他们 给他一口 哥 说家在来 肯定是冲贼 冲铁男的事 说哥 咱们是不是早做打算了 铁男 你说他能怀疑到我身上吗 哥 能不能咱们说的 提前做个准备 走网络一下 不要做准备 任何准备都不要做 家在现在这个身段 包括身边这些人 他要是说 反应过来 咱们对他 这个贼铁男 有什么那样的 他会不顾一切长大吗 这样的 等家在来了 咱们就正常 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家在说 这不家在 就车就顶到 走网络那吗 走网络 跟楼下推等家在 等家在这一下来 走 哎呀 带弟 过来了 弟弟 哎呀 左帅也来了 帅哥 没听声 眼睛就一横了 哎呀 家联 过来了 弟弟哥一点头 过来了 哎呀 远刚都过来了 帅哥讲话呢 站在哥外边说 还是咱们在屋里边说 几乎说咋的了 家联 这来这份 脾气有点不对劲啊 哥为得对你啊 四起家人 你看你咋的了 哥要是哪做错了 你千万得跟哥说 那 哥 一天也是忙忙活的 哪个脑挖的也不好使 这不就到屋里边 家联往那里坐 给倒点茶 倒点茶 帅哥把这茶往旁边一推 来喝茶的 这我龙啊 龙哥 你还知道 战前是怎么拿下来的吗 你还知道 战前没拿下来之前 你是在哪家混饭去的吗 你还知道 你这帮兄弟 上一顿下顿 饱一顿 饿一顿的 是谁 接近你吗 啊 龙哥 我知道 家联 你啥意思 我跟那谁 我跟铁南发生点这个误会 完了我俩这边这个 是 在气头上 说那些话 不应该 割袍断义 我知道咱是个兄弟 那我也不能说 哪呀 我这是一身生气 我就 我就没管那个事 没管那个事 你上医院 看看去 你看看铁南腿 咋的了 断了 没了 你还在那边 你还在那边坐着坐 龙哥 这么多年的感情 没想到你这么狠 你跟别人狠 我家带我能理解 你为了生死 你为了扬名 你跟自己家哥哥 你也能做出这么狠的事 某一天 我家带要是不行的 你是不是也得跟我 哥跑端一样 不是 带弟 你看你这话说的 这么多年的哥们之间 给那边感情放的 我能狠到那种 那种时候吗 我不就是没钻过那味吗 等我钻过那个味 我能不管那个谁 不管铁南大哥吗 我也在想 这两天也在找 谁干的人 但是找人我也找了 我跟谁说了 带弟 你可以说心情不好 但是你不能污蔑你哥我呀 你们是兄弟 我们也是兄弟 我都 我龙我能二恩负义吗 龙老 我问你个事呗 你说 小带 你说 铁南的腿跟你有没有关系 带弟 你说啥 铁南的腿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拿我走我龙当啥人啊 没有底线了 啊 我周广龙再不是人吧 我能干铁南的腿吗 那个人做的事不是我呀 是河南的人呐 你和他们有关系吗 不认识啊 行 大哥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你别让我家在查出风吹草动 你要让我知道这里边有你的事 你别怪你弟弟我给你翻脸不认人了 带弟 你就是打死我今天我也是这话 我不认识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啊 家大 你不能拿你的阳光这么丑杂吗 那不行 大哥一听 好吧 说大哥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家在就不说别的了 那这事跟你没关系 那演讲录的事 我家大可就接手了 如果说在这里边发现一些冒命 到时候你别怪兄弟忘恩负义就完事了 大哥一说完 走 不是 带弟 过来 连口水都没喝 跟哥生气了吧 这我龙啊 我过来的时候水喝的挺饱的 我现在回阴阳路 等有机会呢 我才过来喝 等这事过一天 这我龙你自己拍拍良心 多大的气阳头呢 多深的雾呀 可怜巴巴大哥就给他妈院里边躺着呢 你连看眼都不看 你自己想想你做的对吗 大哥个延江路 让人给挨手着 把腿绷的那一刻 你干啥呢 飞哥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让你帮忙的时候 你干啥呢 你忙 你挣钱吗 都忘了 缺钱是吧 你忙你的 你先把钱挣了 都忘了 人情世故 你慢慢做 我这边呢 也忙 我得先做人情世故 然后我加带才能挣钱 咱俩不是一路的 大哥往上飞走 巴巴直接就出去了 往出来之后 加带直接给做了 不言而喻 这不就是打在这边 直接就各自回家了吗 回延江路这边 加带回走一个电话 因为加带在这边吧 毕竟人生递不出的 一个电话打给谁呢 打给宋公飞了 彭飞大哥接的 哎 大哥 那个彭飞啊 你个哪呢 我个物流员呢 咋的了 想求你办点事 你说 啥事 那个 在咱们乐秀那边 有一帮那个湖南帮 我找他们 找的不是横着 你在那边当地的人 认识的比较多 你帮我找一找 湖南帮的 马生和马小 这哥俩 我要干他呢 咋的大哥 那我直接就等他 这块事了吗 还有你吗 我直接派用链 等下我就砍了 不用 一人多事一人当 他把我个铁南腿 给打折了 我家在这个仇 匹区里 亲自自己去办 哥你搁哪呢 我在延江路呢 你等我 我马上找你家 挖大一挂 当时宋公飞 物流员这边 啪啪过来老队了 直接顶到延江路 到延江路这边 一吵家来 大哥 来了咋没 给兄弟咋的话呢 男哥咋的呢 同样咋舌了 我要找马生和马小 马上 当时这边送东东一起来 这边身边的帮大兄弟 东东他们这帮小子 直接就说了 如果 只要是说 在今天之内 在越秀区给我打听 不明白 说他爸的那个谁啊 说那个河南帮 马上马小的这些人 到底在哪 干什么 都不明白这些事 以后你们就 离我身边给我滚毒了 就不用在我身边 给我混了 马上就给我犯 用自己身边的能力 人 啥的 给我打听 这不就打听吗 他们给他打听 周果龙也给他犯难了 这我跟你讲 家带是一个不打目的 不择手段的一个人啊 他为了铁带 他啥都扩得出去啊 万一要查点啥 整到我身上 那不是啥好事 打电话 一定会打 马上 啊 咋的 你搁哪呢 我搁外边玩呢 你弟弟呢 我弟弟我不知道咋的吧 你说 你赶紧的 不行你打多两天吧 说那谁 你们把铁囊干了之后 他弟弟来 家带来了 跟我有啥关系啊 咋的找我不说来的 那人来吧 你别跟我那边 扯的行没有用的 你赶紧跑 赶紧的 家带咱们惹不起 很厉害 我告诉你啊 就是家带这个事 你必须给我扛过去 哎呀 没事啊 行了 我知道了 好了 现在被人输了 不行他要装逼 我得把他出去干什么 把一个电话挂了 没服家的 他不知道家带想马力 他周广龙知道吗 周广龙还挺着急的 马上没打扰这 回头人家当时 宋风飞就查出来 他当时的乐秀区里边 有个厂呢 就他们和他搬干的 那叫马场 那你看 接下来家带这边一吵 当时宋风飞讲了 哥 说在马场呢 带个一点头 说走吧 说走吧 找他去吧 这边左帅 直接一滴有了眼睛 把后部箱一开开 把当时搬动洞 啪就拿出来了 这帮小手里边 全拿着家伙子 往车这一上来 直接开车 就往当时马场来 马场里边谁啊 马小哥家里边呢 就是边马那种 边支带 那把西套地方厂的 你说把车 开到院里边的时候 这边还有工作人员呢 旁边是那个啥 这边那个车间 正面是一个 二楼的一个办公室 加在他们到这了 接下来这个事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马生马小 包括周广龙 得给人铁蓝付出代价 你们得相同 得承受的一个结果 预知下集如何 请观众老弟 下集嘎嘎精彩